针对美国将在今年秋季解除对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留学的限制 5月20号 长期从事出国留学工作的业内人士称此举是利好变化 他相信未来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数量将恢复到过去两年的水平 可以看到这个大使馆的因为他只开放这个叫学生类的这种签证 所以他其实是加大了这个签证的速度 也就是说他期待着更多的中国学生可以成功的赴美读书 现在的这个各项的政策都是在做利好方向的发展 无论是签证也好 还是工作也好 这个入境政策也好 所以我相信中国学生在不久的未来就可以恢复到 20年甚至再往前19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通知称 持有F或M签证的中国留学生8月起可直飞美国 美国驻华大使馆近期也恢复了中国学生的面签工作 在田旺看来 美国一系列的政策变化 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 另外 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也是重要的原因 美国国内它本身对于高科技人才的需求 对于国际学生的需求 从来都没有这个叫减少过 包括了就是疫情的这种发展 那么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疫情控制的特别好 这个疫苗的接种也特别好 所以它这种随着疫情的发展吧 它也是一个逐步开放的一个过程 当天 新东方发布了2021中国留学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 在留学目的国中 英国 美国和加拿大仍受准留学生青睐 田旺认为 随着疫情形势向好发展 赴美留学市场会逐步恢复 但国家关系发展仍会成为 学生考虑出国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旦在疫情这样的咱们说特殊情况过去之后 它肯定就慢慢就会恢复这是个好事 另外一个呢 提到了这个签证政策 包括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 这个其实也是中国同学考虑的重要的一个原因 两个国家的稳定发展 它才可能督促 就是有益于学生去交流和学习 自2015年以来 新东方中国留学白皮书已连续发布7年 内容涵盖留学现状 留学考试指导 留学生就业意向其趋势 中国留学生的境外生活 中国留学生海外消费行为和金融行为等方面内容